持续在来看到这电动车呢 不用牌照 不用缴税 驾驶也不用考驾照 甚至可以不用戴安全帽 买了就能够上路真的很方便 但也因为就是免挂牌的关系 因此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远景在执法上 确实有困难 电动车需要驾照吗 电动车不需要驾照 来到租车行不用驾照 就能轻易租到电动车 夸张的是连安全帽也不用戴 那我们要戴安全帽吗 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驾照不需要驾照 就不用了 不需要地安全帽 那这样会不会被警察抓 不会不会 租车行里的电动车 竟然免驾照免安全帽 不用怕被警察抓 甚至不用挂牌就能上路 自行车分为讲 它的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自行车 还有电动自行车 与慢车部分是不需要 戴安全帽跟考虚驾照的 所以也不用挂牌就可以上路 也不用挂牌 对 因为它不需要领牌 原来像这样子的电动车 虽然外形跟一般机车差不多 但它的全名叫做电动自行车 属于慢车的一种 时速最高25公里 但因为免挂牌 若是发生交通事故 原警在执法上确实有困难 尤其是在取缔酒驾时 很多驾驶人会认为电动车 不属于机车 因此心存侥幸 的确是因为他没有挂牌 所以如果他肇事逃逸了 我们警方在查气的时候 的确会有一些困难 没有挂牌的电动车 轻易就能租到 但若是肇事逃逸 原警根本无法以车追人 电动车主打轻巧方便 但应该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才能保护电动车驾驶的安全 也保障用路人的权益 以免发生严重行车纠纷时 不知该找谁就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